女人一回家就被一陌生男子扑倒在床 女子本想奋起反抗 谁料回头一看 映入眼帘的男子竟是自己的失智百里延起 女子顿时放弃了抵抗 不是因为身上的男人够手 而是他面对眼前这个男人只想一心求死 他叫阮小霓 身患重病医治无骨 为了重生 他答应系统完成一系列的快川任务 为了完成任务 他杀害了师父 杀害了同门 而任务的最后一环 就是需要被眼前这个男人杀死 此时百里延起似乎恢复了一点神志 看着身下的美艳师叔 喘着粗气 奸男说道 我好像被人暗算了 师叔救我 阮小霓看到房间内有一盆水 随即凌空师父 将两人淋了个风透 看着眼前衣衫淋湿 身材曼妙的师叔 百里延起奸男咽了咽口水 师叔 我还是很热 不等他说完 阮小霓直接将他的头按到水盘 这下彻底清醒了 百里延起也知道自己闯大火 出了房门后就一直跪在那里一动不动 毕竟自己刚才做那样的事 任何一个女子都会生气 何况对方还是自己的师叔 足足跪了一个时辰 也怅悔了一个时辰 阮小霓终于推门走 神色淡漠地说道 你跪在这里做什么 百里延起承恳道歉 弟子惊扰长辈 身犯大错 请师叔择罚 阮小霓看了容器 你说你是被人陷害 那便是无心之国 你在这也跪了一个时辰 算是对你的情报 此时到此为止 百里延起站起身为 他本以为这次罪则难逃 他作为宗门的骄傲 首席大弟子 一直以来都是谨言慎行 师叔的轻拿轻放 的确让他感到温暖 正在这时 师妹赵千一一脸 欢快地向他跑 师兄我找你好久了 赵千一一边说 一边很自然地 揽上了百里延起的手 谁料百里延起 把抓住他的手 你还在抓 你给我喝的那杯茶里放了什么 赵千一顿时一脸 梨花带你 委屈地说道 师兄 你听我解释 那是我特地为你 寻来安神的茶 我也不知道你会过你 面对师妹的茶里茶几 百里延起忍无可忍 看在师门请你 这次我不会拆穿你 请你好自为之 看着心爱的师兄 愤然离去 百里延起脸上露出了 阴壳的链气 软师叔是吧 你坏了我的好事 我不会放过你的 他从小就是修仙天才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却在修行时 不慎走火入目 身心俱飞 为了维持修为和美貌 阮小离多年来 暗处残害同门恋丹 即便如此 带他穿越过来的系统 仍不买 还在给他加难度 让他两个月内杀一次人 因为要杀的这些人 也不是什么好 只是道貌黯然而已 正当阮小离思索 该怎么完成任务时 百里延起奉掌轮令 请他速去大点上一钥匙 路上阮小离发现 百里延起一直 勾勾地盯着他趴 阮小离没好气地 回头瞪了他一眼 你看什么看 白日做梦呢 百里延起闻言 不禁眼神闪躲 脸上也泛出一丝红韵 因为昨晚的梦 实在是有点大运 不能对外延语 以至于早上醒来 都出现了一出的现象 还被早上叫他 起床的师弟看见 师兄气度全无 简直就是大型射死现场 现在面对梦里女神的询问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好不容易来到宗门大殿 掌门正道领 直接开门见山 三个月之后 就是三年一次的仙门大会 在这紧要关头 竟然有人本在云仙族 屡次杀害我们弟子 简直胆大包天 此事若不查清 仙门大会上定 会被其他宗门嘲笑 百里延启 你身为首席弟子 捉拿凶手的任务就交给你 百里延启上前欣然领命 是要抓到凶手 这时只听见哐当一声 寻声看去 只见阮小离先手伸出茶杯 但莫说道 此茶甚苦 给我换一杯 宗门长老见状大为不满 百里延启倒是很恭敬地接过茶杯 有新收的弟子小声询问 这位好人 竟然随意打断长老们的意识 旁边有知晓内寝的师兄 轻声回答 那是咱们的师叔阮小 也是掌门的师妹 他本来自治少年 可惜后来走火入魔心脉寿所 听说现在已经废了 此时百里延启已经换好了茶 看着师傅填尽美好的面貌 师叔 只要您一句话 这些非一名的师弟 我挨个揍一遍 他表面上是脖色天香的青城仙子 实则是为了美貌杀害同门炼丹的女人 他面对师侄的无理扑倒 可以放弃底 也可以再在杀害同门后 炮争以侠地坐在宗门大殿悠闲喝茶 他就是阮小离 一个为了重生被穿越系统整个 欲仙欲死的可怜女子 宗门大殿上 掌门则令百里延启半月内 找出杀害同门的凶手 阮小离这个使得与主 闻言呲笑一声放下茶杯 我今早去验过尸体 致命伤势喉不得勒 痕迹是由少年下 可以推断出凶手身形比这些弟子 一旁的掌门和百里延启 也非常差异 一项高冷的诗书 竟然主要参与力量分析 而且分析得有力有力 条条是道 掌门当即下令让百里延启 照着这条线索追查下去 这时阮小离行帝 浮现系统冰冷的声音 你这么明目张胆的给线索 不怕他们很快就插到你的头上 阮小离在心底楼 这不正是你想要的 队伍最后一环被百里延启杀死 系统接着催促 你别的是少鬼 还是安心当个合格的反应 赶紧去狩猎同门吧 阮小离望着手上的小女 一脸平静 你这个冰冷的系统平定是没朋友 但我心底有惦记和关心的人 系统无情嘲讽 少卖惨 不尽快完成任务 我立刻抹杀你 接下来数日 百里延启带人排查了诸多可疑之人 可终究还是一无所谓 目前只剩阮小离居住的后山没有警察 正当百里延启犹豫要不要进去警察室 身后传来了师妹热情的语言 师兄 我找你好久 师妹一脸欢快地向师兄 全当那晚的事情没发生 甚至还满脸期待地 拿出了警惺制作的帮助 百里延启周的咒 师妹不用了 你拿回去吧 师妹委屈地直掉眼 师兄你还在为上次的师生文气吗 被演技顿时就让旁边的师弟看不下去 纷纷指责百里延启不尽引起 师妹见状在天一旁 师兄你不原谅我们关系 但请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正当百里延启不知无非 一道清冷的生命场 其所不欲入是云人 强加的善意和恶意有什么区别 正是高冷师叔软晓一手拿手黄奔走 闲来无事 念几句书本的孩子 你们随意 百里延启完腰功升起 师叔自自着击 弟子受教 一旁的师妹气得两岁的名 又来换我的好事 你们关系果然不解 这时师弟又站出来替师妹跑 还讥讽师叔没有找面 话都没说完 只见一只鸟从鸣中急速复起 静直冲向师弟 狠狠地着向他的窝团 啄闻之后小鸟 就停在软晓的一个肩头 轻叫两下 仿佛在腰功 软晓离近不住小鸟 这笨 刚拙了别人之后 是百名告诉别人的事 师弟气急办法 当即就认定凶手之后 要将他捆住位置 百里延启直接呈下 来人 拉伤走 一脸天真的师弟 还以为师兄在为自己 结果下一年 师兄的话将他的脸扇入尘埃 将这个犯上作乱的弟子捆住 压到戒律堂 赏百边 他为何被推倒在床却放弃 他为何不顾情意杀害同门 这一切到底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性的扭曲 请收看小编为宝子们 带来的全新漫画简说 他叫阮小黎 本是倾国倾城的宗门仙女 却因为系统任务 成为靠杀害同门 维持美貌的反派 掌门则令男主 百里延启现弃抓住凶手 谁料百里延启排查到 阮小黎洞府时竟然锁了 只因阮小黎不但是他师叔 还是他的梦中情人 见他们不愿搜查 阮小黎提出还有要是下山 百里延启听闻后 连师门任务都不管 屁颠屁颠就要跟着师叔下山 他们就像情侣约会一样 在山下购物消遣 还相互投喂食物 将各自的任务都忘得一干二净 可惜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回到洞府的阮小黎 明显感觉百里延启对自己动了心 可是按照系统的设定 自己这个大反派最终 是要死于男主之身 第二天 百里延启前往掌门出复了 他禀告掌门近期的门内 排查没有任何限制 但是意外发现被害的两位弟子 曾经在山下对梁家女子 行过不回之事 事后怕走漏风声 还杀害了对方 掌门闻言大门 这简直就是在给云仙宗谋威 百里延启接着比方 往年被害的弟子 也是道貌爱人之内 被地里做了很多不止之事 就此推断这个凶手 是因为不相信 云仙宗的权威和公正性 所以选择自己提天行 掌门闻言沉思许景 对百里延启敏利益 叮嘱他备战好三个月后的 仙门大会 同时也告诉他 仙门大会将由阮小离带队 三个月转瞬即时 众弟子已集结完毕 准备前往仙门大会 只是带队之人 阮小离迟迟迟不倒 查理查气的小师妹 又在那开始嚼唆 正当大家议论之时 阮小离披着一身 白色的弧球出现了 绝美清冷的气质 顿时倾倒重人 百里延启在这一瞬间 更是直接看到 在师弟的提醒下 百里延启定了定心事 一声令下 众弟子纷纷照出口径 遇见飞行前往仙门大会 他是首席大弟子 也是宗门的骄傲 他对小师妹的头怀 送抱无动于衷 回过头 却将自己的师叔 推倒在床 掌门对他为以众人 他却和漂亮师叔 约会过五 就是这么一个 不靠谱的大师兄 此刻要和他心爱的师叔 一起去宗门大会 承担起宗门的荣耀 但愿他们别一路 风花雪月就好 此时众弟子 已经遇见飞行 前往仙门大会 可是身旁的师叔 作为领队 却迟迟没有动身 一问之下才知道 师叔因为修行出了问题 如今连基本的 遇见飞行都不够 百里掩起听完后 非常心疼 作为修仙者 连基本的遇见飞行 都做不到 心里该有多难受 想到这 百里掩起下定决心 轻声说到得罪了 然后一把握住 师叔的相间 带着阮小离 遇见飞行前 感受着高空 快速飞行的冷面 阮小离不禁抓住了 百里掩起的遗境 并悄悄地往她怀里 靠了靠 天色渐温 也飞行了这么久 大家决定 先就地歇息一会儿 百里掩起 还贴心对阮小离 各种嘘寒问问 殊不知此刻 阮小离内心十分纠结 因为她此行的 真正目的是 要杀害农门弟子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生 暴露的几率 无疑非常大 暂时想不出办法 先走一步看一步 不远处的小师妹 又在茶里茶气的 各种诋毁吐槽 这时师弟们 外出打猎火 其中有几只 肥美的兔子 小师妹健壮 立刻落泪表演 怎么了 你吐什么呀 我太熄肚肚 你那么可爱 百里掩起 没理会这些 只是细心询问 阮小离想吃什么 阮小离眼一片手一指 我喜欢吃兔子 吃着肥美可口的兔肚 阮小离的心情好了 脸上露出了 开心的表情 这一幕让大马男友看 当即许诺 这一路都会认识数 小师妹看着这一幕 极度在眼里 很难心中 大家吃饱喝足足休息 身为大师兄的 百里掩起 自然承担起了 首页的任务 不由自主 他的视线又看见 靠着树干熟睡的师叔 此刻他显得 特别的甜净 一点都没有 平时高冷不冷 百里掩起的心神 完全被师叔 软小离手占损 而就在不远处的屠民中 一只邪恶的手 正伸向了他的一位师妹 这位男主浓眉大眼 一看就是证人君子 可是每当他 看向怀里的美艳诗书 心里一片火热 幻化成难以抑制的冲动 先不说这边的冲动难难 不远处的小树林 也有好气上瘾 趁着大家入睡 一名女弟子面 带愁容走进小树林 一旁的曲师兄 已经是等得极不可难 一见到师妹到来 就急色地扑了上去 这边百里掩起 好不容易压制住内心 看看进入梦乡 一只掀手伸出 轻拍他的肩膀 百里掩起瞬间惊醒 只见软小离 绝美面旁静在之时 闭脸急促 快醒醒 有妖灵 百里掩起立刻大喊 让大家列阵影 师弟们赶紧照出 飞剑部下见证 只见夜空中 飘来绿色的烟雾 软小离急忙掩住 烟雾涌 大家小心 弟子们文言 立即视法闭起 忽然眼前的地面 上冲出两条巨大的跑路 软小离立刻认出 这是植物警 并点出了其弱点存在 众人按照软小离的指定 集中攻击精怪的薄弱者 有惊无险的将精怪斩杀 期间甚至没有一名弟子身上 众人第一次杀妖格外幸运 软师叔的指点 无共同心 软小离忍不住心理打扫 一群没见过世面的菜品 不过经此一夜 师叔和大家的关系明显改善 飞了三天 终于穿过了盲帽的衣服 在一个小镇歇息多久 大家的兴致明显高涨 身为大师兄的百里延祺 也终于可以松鼻起 好好的洗澡放松 忽然外面传来一声闷险 来不及多谢 百里延祺闭上外衣就直接 依稀只见一道黑色的身影上 递上去师弟捂着喉咙 据嘴呆的血液 百里延祺检查之后发现 杀人守法与之前被害弟子 不过凶手这次显然很匆忙 遗落的凶器上还有残留血迹 闻讯而来的师弟们 见状感到十分恐慌 甚至内部都出现了猜疑 百里延祺这时 推断出凶手使用凶器后 手上肯定有勒痕 当即下令让所有人立即进 这时师叔阮小离也带着 所有女弟子进来 百里延祺赶紧汇报 刚才发生的一切 以及自己的推理 阮小离当即让所有女弟子 站成一排 伸出双手接受检查 奇怪的是检查了一圈 没有任何发现 难道说凶手遇不在我当中 这时小师妹突然冲出来大喊 师兄 你等等 师叔他还没有被检查过 他外表是清纯甜美的小师妹 师则是茶里茶气的心经 他从小就暗慕大师兄百里延祺 为此大献殷勤 本来大师兄心有所属 爱上了自己的美艳师叔阮小离 他不反省自身的问题 反而认为是阮小离抢走了自己的 于是他将阮小离当作自己的敌 寻找一切机会来针对他 本次前往仙门大会统中 许师弟被杀害凶手未知 小师妹又跳出来将矛头指向阮小离 除了师叔我们大家都检查过了 师叔你是不是也要检查下 阮小离心想 我是吃你家饭了 还是睡你家床了 你这么针对我 众弟子也纷纷说师叔怎么可能是凶手 小师妹却不依不饶 既然是清白的 那么师叔 你敢打开双手让我们检查吗 阮小离没做任何的解释 直接伸出双手 雪白如玉的手上没有一丝勒 你好好看看 这是不是你想要的吗 小师妹干大地笑了想 果然我就知道师叔不可能是凶手 大家都认为凶手是一直伪随着的 四季寻找金会下手 白里延祺当即决定让大家不要落地 尽量三人以上行动 可等到夜深人静大家熟睡之间 素师妹还是独自一人出了门 并时不时左右掌握 生怕被人发现 岂不知白里延祺早已再次导入多事 素师妹 是你做的对吗 素师妹吓得惊慌失措 师兄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白里延祺缓缓说的 你身上的香味和取师弟房中的弥香一模一样 刚才在检查你手心的时候 我就闻到了 如果我没猜错 你现在出来就是想销毁证据 说完白里延祺直接抓住了素师妹的手 啪哒一声 一个药瓶从素师妹袖筒掉了 白里延祺盯着她的眼睛 告诉我为什么 素师妹情绪顿时崩溃 屈师兄就是个畜生 我打扫时不小心弄失了掌门的书卷 她竟以此为妖协 强行玷污了我的身子 而且后来我还知道这是她冠军纪念 门中不少女弟子都遭受她的破坏 感动不感应 哪怕是此行去仙门大会 她也不曾放途 我实在是忍不可忍 才设法杀了她 事情就是这样 我愿意认罪 师兄 你把我抓起来 过了两久 白里延祺蛋蛋回应 我又何时说过你是凶手 美女师妹被变态师兄 按在地上侵犯 可她却不敢做出任何的抵抗 只因她有做错事的把柄 在对方手中 她本以为只要自己百般忍让 对方迟早就会放过自己 没想到变态师兄变本加厉 还将魔掌伸向了其他师妹 忍无可忍之下 美女师妹下药将其民晕 可从未杀过人的她手麻匕首 身体抖个不停 怎么也刺不下去 想起自己的遭遇 还有此刻的懦怒 她忍不住眼面哭泣了几 忽然外面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 吓得她赶紧逃跑 结果没过多久 就传来了变态师兄的死讯 她还以为这一切是自己导致 想趁着夜深人静之时毁掉证据 谁知大师兄白里延祺 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在她主动说出事情经过后 白里延启陈寅两久后回应 我又何时说过你是凶手 确实是你吓得没要 但杀害她的另有其人 而且我看到过凶手的身形 与师妹你的身形根本不符 让你仓皇逃离现场的脚步声 应该就是凶手 可是又会是谁呢 而此时回到屋内的软小李 正清洗着自己的双手 轻轻搓揉几下 手心上的勒痕也浮现出 原来那凶手正是软小李 冰冷的气筒声在心底响起 能想到用胭脂涂到手心来掩盖证据 你真是个天生的反派 不过我很奇怪 刚刚在大厅检查的时候 你明明可以让那名女弟子 做你的替罪影 为什么你没有那么久 软小李冷漠回忆 已遏制恶本就是我擅长的理 又何必再去为难一个可怜的女子 再说如果任务完不成 你还不是要立刻抹杀我 这时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百里延起的声音传来 师叔你睡了吗 软小李将百里延起请进屋内 还贴心地给他道理 百里延起四处打量了一番 师叔你不打算与其他女弟子为伴吗 软小李回答 我独来独网关 再说我是成员 和他们住一起 他们会不自责 百里延起忽然画风一整 师叔 我能再看一次您的手心吗 他本是即将离世的重病少女 被无良系统穿越后成为宗门仙子 重生一世的他本该珍惜大好名 谁料他彻底放飞自我 为了美貌不惜杀害掌人屠鲁师兄 妥妥地反派恶女大魔头 按系统设定本该死于男主之首两却醉了 谁曾想尽无意间俘获男主芳心 二人带队前往仙女大会途中 男主终于发现了他杀害同门的线索 面对男主的质问 软小李心防顿失 随着夜空中一道 压抑许久的软小李精于坚持不够 哭泣着扑倒在百里掩起的怀疑 面对美人偷糊 还是自己心爱的师叔 大直男的百里掩起 虽然没经历过这种程度 但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将软小李轻轻揽入了怀中 直到软小李沉沉入睡 百里掩起就这么呵护着他心爱的女神 将调查凶手的事抛置于九霄云外 天亮后软小李悠悠醒来 百里掩起却早已经离开 走之前还精心准备了丰富的早餐 还真是个大暖男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一关算是暂时渡不去 经过了一晚的休整 大家决定立刻出发前往仙门大会 百里掩起又贴心地让软小李坐自己飞进 虽说脸都红了 但显然是没有任何事情的 软小李犹豫再三 考虑到轻狱 还是婉拒了 决定让一位女弟子带她飞行 百里掩起想起昨晚自己托我的话 心底一片火热 也就没有再坚持 遇见飞行了十来天 终于抵达了仙门大会 在仙同的指引下仙安顿景 准备三日后召开的仙门大会 可到了夜晚时分 百里掩起又忍不住来到软小李房间 心里联想着一些少儿不宜的话 一边犹豫自己进还是不进 仿佛是心有灵犀 这时只听到客气一听 软小李打开房门 翘立在面前 这一瞬两人不禁都有点尴尬 这么晚 师叔你这是出门去哪 我出去散散心 明天仙门大会豆腐 你早点休息 尽管阮小李这么说了 但百里掩起还是一声不吭地跟在生活 忽然从旁边小树林走出一位 长相比较错的男子 这么多年没见 师妹还是这么的明念动人 可还记得我吗 阮小李都懒得搭理他 这么老套的仙门大善方式 谁知这名男子还自我感觉优秀 师妹听说你修炼时不慎走火入门 师兄甚为担忧 不如现在让我给你把崴拜 看见心爱的女人被人大善 百里掩起忍无可忍 一把抓住男子伸出的手 同时释放出自己强大的仙女 这位仙佑 请自重 感受到百里掩起的强大实力 男子有所收留 但仍不死心地邀请阮小李做的 阮小李终于抬头看了她一名 请问你哪位 她就为宗门大师兄当的简直不要太熟 前有甜美小师妹对她虚寒问暖 后有美艳师叔对她投怀送抱 即便这般她还不满足 不但在梦里与师叔做些少儿不移的画面 还趁其熟睡之际直接拥入怀中偷露 正当她想着将关系更进一步的时候 一位实力不算强劲的情敌出现了 之所以说实力不算强劲 诸位请看 长这副尊容也就罢了 搭讪也不会 就在那硬撩 在阮小李明确表示拒绝后 还不死心地一味纠缠 最终在百里掩起的强硬介入下 才善善离去 而这一番霸道总裁护花手段 也是让阮小李一阵芳心荡漾 掩起你刚才怎么这么大的反应 我都感觉到你傻气了 修仙之人讲究尽心脸气 你怎么突然沉不住性子 记住下次遇到这种情 找个没人的时候 做他一顿就行 明面上别得罪人 怕他对你怀恨在心 暗地里下手 明白吗 百里掩起闻言 心中涌起一股暖 师叔你怎么对我这么好 阮小李不假思索 因为我发现自己有点喜欢 白里掩起顿时激动的眼泪哗哗了 谁知阮小李接着说道 你实力不错有担当 重点是尊敬长辈 我很难不喜欢你这种想法 整了半天 原来是长辈对小辈的心 让百里掩起白激动了一场 第二日清晨 仙门大会正式开始 百里掩起也带着众师兄弟们 摩拳擦掌准备大掌士门威风 幸好仙门没有我随便讲两句的风俗 因此只敲个钟的功夫 仙门大会的第一项以武会有正式开始 宗门参与斗法 一共有十二家宗门 每家选出六名弟子 共计七十二名弟子进行一对一比试 最终获胜者将获得上庭法七一戒 待个派掌门落座之后 有弟子发现 凌门派掌门的位置上是空 有知晓内情的弟子曾想八卦 听说昨晚凌门派掌门被人丢到粪坑里去 这回还昏迷不醒 地旁的百里掩起脸上露出了会议的笑容 阮小黎忍不住提醒他 你看起来很开心 待会斗法要多加小心 不要争强好胜 百里掩起满口答应了下 忽然人群中一阵惊呼 原来是美女人气选手 点仓派的小咸云要登场比赛了 有人说他跟云仙宗的阮小黎一样 不但人美 还都是百年一遇的修行天才 百里掩起闻言皱眉 诗书早已走火入门 如今连遇见飞行都做不到 此时百里掩起还不知道 对面的小咸云不但是他本场的对手 更是原定的位面女主